美国竟想对中国干这种事,真该天打雷劈,极端情况下,美国会对中国下怎样的黑手。 8月2日,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牛尔说了实话,他在参加阿斯彭经济战略小组年会时,接受记者采访,他认为中国有两大隐患,美国可以利用这两大隐患打败中国。 伊曼牛尔说的第一大隐患是中国的粮食隐患,他认为粮食安全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安全问题,第二大隐患是中国的能源隐患,他认为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,这是中国的又一大弱点,他认为可以通过美国海军在海上对中国的航运采取行动,扼住中国的海上运输咽喉,就能打败中国。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,我之前就经常分析,美国未来可能通过扼住中国海上运输通道的方式,来达到击垮中国的目的,现在美国终于说出来了,然而对美国来说,现在再想对中国采取这种行动已经晚了,首先所谓的中国粮食安全隐患,那是根本不存在的。 202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高达1.39万亿斤,也就是7亿吨,中国自产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年进1000斤,平均每天进3斤粮食,这还能不够吃。 事实上中国粮食自给率非常高,三大主粮自给率超过90%,里面自给率甚至超过100%,加上进口大豆等油料等粮食作物的自给率,也高达81%以上。 也就是说中国根本不怕什么粮食封锁,也莫说没有国家能封锁中国,就是真封锁了,中国也是过着小康的日子,其次中国的能源自己率其实在80%以上,中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31.6%,是美国发电量的两倍,是印度发电量的五倍,中国新能源装机量已经超过全球的40%, 2023年新能源装机量更是超过全球的一半,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今年7月销量,已经超过传统油车,请问中国能源安全有什么问题? 中国能源安全看起来有问题,仅仅是因为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,2023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6.8%,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4%, 然而美国想在海上拦截,不让将石油天然气卖给中国的话,俄罗斯有的是石油天然气要卖给中国,同时如果美国真的拦截了海上航线,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减少,那中国也就不需要那么石油天然气了。 最终美西方的消费品从哪里来?生活不但一落千丈,严重的通胀美西方也受不了,那么美国真的能做到拦截中国航线吗? 坦率说放在20年前,美国是真有这个能力,中国也还真的没办法反制。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,美国要扼住中国的航约咽喉,那就必须在马六甲下手,试问现在的印尼,马来西亚和新加坡,谁敢帮助美国干这个事情? 美国用航母堵住马六甲海峡,中国有一系列打击航母的手段不说,中国现在南沙有一系列岛屿,上面都有军事部署,有军港和机场。 美国的航母舰队能比岛屿更厉害吗?更何况美国海军现在远海实力还不如中国,中国现在仅仅055驱逐舰就有了八艘,这些都是全球超一流的存在。 还有中国的歼20战机,绝对全球最强战机,这一切都意味着,今天的美国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马六甲海峡,所以美国要切断中国的航线,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了。 美国驻日大使这番话,只能说明其狼子野心,但美国现在面对中国,却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能力。 然而美国能不能是一回事,想不想又是另一回事? 美国想对中国干这么恶劣的事,那就是应该遭到天打雷劈的想法,这其实也让更多对美国心存幻想更清醒了。 以前很多人觉得,只要中国向美国示弱,就能获得美国的认可。 现在大家应该基本都看明白了,美国是奔着肢解分裂中国目的来的。 对于美国的可恶想法,我们要充分认识到,并且要做更加完善的准备。 所以美国想对中国下狠手。 晚了,从美国驻日大使的话中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美国现在是真的想对中国下狠手了。 美国甚至已经不想再局限于贸易战、科技战的层面,而是考虑切断中国的贸易航线,以获得对中国的优势。 事实上,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是真的做了大量工作的,应该是发了不少狗粮,针对中国的粮食自主问题。 至少近20年前,中国就有各种专家站出来,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个建议,一个是粮食可以买到,干嘛自己种呢? 所以建议国家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,二是农村土地可以流转,建议资本可以进入农村土地市场搞肩病。 但凡我们呢听了那些专家的建议,我们今天的粮食就得靠从境外购买,中国14亿人,那得让中国付出多少代价? 代价难以估量,别的不说,仅仅我们因为放弃大豆产业,就多付出了购买大豆的钱。 美国市场一听说中国人来买大豆就立刻大幅涨价,主量规模要比大豆大得多,美国最终的阴谋失败了。 根据中国政府网站的数据,截至2023年,中国耕地总面积达到了19.14亿亩,比十几年前增加了一亿亩。 这都是中国不断开荒开出来的,在想破坏中国的粮食安全,那是不可能了。 至于中国的能源安全,在十多年前也的确还不行,但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,我们已经做了太多努力。 所有曾经不行的地方,我们都改进了,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效。 现在中国能源81%靠电力,中国又有全球最强的电力电力系统工业,美国又如何破坏中国的能源安全? 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光复产业国,市场占有率近90%,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风能产业国,最强的核工业国等。 中国电力汽车更是占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。 就这样的国家,美国还如何能在能源上卡中国的脖子,你就是真的封锁了航线,也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。 中国只要不生产供给西方的产品,接下来倒霉的可就是美西方国家了。 至于切断海上航线,如果在2015年以前,我们都很无奈,但2016年后,中国快速在南沙群岛进行岛礁的建设。 现在中国在南海有一批军事基地,中国经过过去近十年的发展,中国的军舰,战机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。 美国靠什么来切断中国的航线呢? 事实上以中国的能力,如果美国真的胆敢切断中国的航线,那中国来个反切将是美国的噩梦。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,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,全球一多半的商品从这里运往全球各地,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控制了南海地区,基本上向西方输送的商品就被控制。 由此可见美国要真的想切断中国的贸易航线,那中国有一系列手段,可以破掉美国的封锁,并且可以随时采取反封锁的方式打开美国。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,美国现在在想用这种方式对付中国,那就大错特错了,因为那样不但伤不到中国,自己反而会遭到强力反击而吃大亏。 美国驻日大使这番话,不小心暴露了美国的险恶用心,但是美国没有机会了,中国实力根本不是美国能够撼动的了。